这一部分呢,他们就跑到中国去了 如果有上国的课你就明白了 在开封的地方呢,犹太人就住在那边 他们跑到那边去 然后住在中国定居下来 他们也是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各样 但中国人对他们不太认识 因为中国只知道回教 不知道什么叫犹太教 然后就当他是回教来看待 就称这些犹太人为清回回 他们也不吃猪肉 所以不仅不吃猪肉 他们也不能吃金 那个猪的脚 脚筋也不吃 所以他们就称犹太人为挑金教 就是我讲的都他议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吃 因为雅各还记得吗?雅各跟上帝摆交 上帝摆了他的大毁 他的脚筋就坏了 脚筋就坏了 所以他们也不吃金 所以就称这些犹太人为挑金教 这是早期中国的犹太人 他们还装中国装 但是他们还是有犹太的装饰 我们再看这些照片 这个是在中国那边的 他们的会所 敬拜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 当时这个犹太人 是这么样穿搬 清朝的时候也是这么穿搬 站在这个慈悲的旁边 所以你看到这个犹太人 然后 如果中国不讲 讲槟城就好了 槟城也有犹太人 如果今天你如果 早年纪比较长的 像我这样年龄长的人 你也知道 有一个地方叫做 Jawuri Road Jawuri 现在改名叫Jawuri 那地方就有一个粉墓 有一个粉墓 这个就是Jawuri Road 这个是犹太人的粉墓 在槟城而已 所以犹太人 引电了圣经所讲的 被抛在全世界的地方 角落去 槟城也有 我没有空去 这个星期很忙 没有空去那边拍照 这就是 有没有 他写什么Jawuri Jawuri 是犹太人的一个粉墓 粉厂来的 你要你可以夜晚 一起去去 去那边拍照 留恋什么的 可以去的 我正没有时间去而已 他边有写Jawuri Jawuri 这个是什么 这背也写在那边 然后这边也有说 This land on which the sand free stand is the virtual resting place of Jewish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in third year for all time 有没有 他们也死在这里 埋葬在这里 所以 甚至 你们明白知道 E&O Hotel E&O Hotel 也是两个犹太弟兄 所创办的 是冰城第一间 hotel 是犹太人办的 所以我要给你们 照顾你们看什么 圣经讲的音源是准的 上一讲 或不是看的 I am all in 上一讲 我会把你们 靠到一个地方 世界每一个角落 甚至让你们到 很 看到一个角落去 犹太人也来到冰城 我们继续看下去 OK 然后在第二次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德国的纳粹 希特勒也把六百万的鱼排人杀死了 这些都是人家遗教 这些都是无冤的被杀的 这些地方在纪念碑纪念过来的 OK 六百万的人都在那边死掉 然后 这本书也讲了 六百万鱼排人混乱欧罗巴 欧罗巴就是德国的一个地方 OK OK 我们来看下去 这个是希特勒 这是杀人摩 他把鱼排人 六百万人就把他杀掉了 OK 为什么他要把他杀掉 因为他有不好的童年 因为他小时候 被他的母亲性虐待 他的心理就不平衡 他要杀掉 种族歧视 他有一种种族的过分 他的种族的优业感 所以我们是德粹 德国的纳粹主义 就是我们比较好 其他社人就不好了 他杀掉就好了 我们才是优业的 民族优业的 还有你看下来 这个就是残骸 你看死很多人 满街都是死人 这个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牌的 木冠锯 测裸裸的 躺在那边 妇女 他们怎样把妇女杀掉 他们在集中营里面说 骗那些妇女说 来人很久没冲凉的时候 一体 七体去冲凉 有的女孩子 妇女还带着 baby 还在喝着奶的 全部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放毒气 这些全小孩子都放过 六百万人就这么死掉了 这个不是我讲 这是历史来的 你都历史你就知道了 OK 你看 我讲到这里 犹太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那么多痛苦 因为 只是因为 他们没有尊重上帝的话语 他们懂 他们对他们的惩罚 他们对他们的那种的追究 是 是 硬 是不是 宽容的 因为他比任何民族 比我们活人 还懂得上帝 他们被上帝捡选为上帝的肩命 所以同样的 从今天 后面 我到卡纳这里 你是修徒 你懂上帝的话语 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 上帝追究下来的时候 他 要制止他坏的时候 我很难想象 所以这是一言 一言 以色列就是一种活的一言 上帝在做的 我们来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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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